一艘行驶在太平洋的美军潜艇 主要任务就是袭击日本船只 可当他们遇到日本护航舰队后 艇长却下令改变航向 艇员们都不明白为何这样操作 当副艇长查看地图才知道 原来艇长是要去往日本封后海盗 攻击日军秋风号驱逐舰 因为秋风号驱逐舰 一直在日本封后海盗附近搏动 不久前艇长指挥的前一艘潜艇 就是被秋风号击沉 当时艇上人员除艇长以外全部牺牲 副艇长非常理解艇长的心情 但这样孤军深入实在太冒险 而且艇上人员并不知道 他们要去往何处攻击对象是什么 弄得大家议论纷纷 话音刚落艇长就用广播告诉了大家 见此情形副艇长也只能接受 没过多久他们就来到封后道路口 当他们上浮查看情况时 刚好发现一支护航编队 而且里面负责主要护航任务的 正是秋风号驱逐舰 经过艇长的仔细观察 决定先攻击护航编队内 排在倒数第二的霍鲁 从而吸引秋风号驱逐舰的诸鲁 如果这样都引诱不到驱逐舰使出护航编队 那就继续攻击霍鲁 说完让潜艇快速朝护航编队重去 可就在他们行驶没多久 雷达突然探测到有敌机正在快速朝汤飞来 得知有战机靠近的艇长丝毫不慌 依然命令潜艇按援计划前进 就在敌机离他们只有一公里时 他们瞄准目标后一次发射了两枚鱼尾 此时日本机群已经锁定目标朝他们袭来 同时秋风号驱逐舰也调转了航向 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他们仍然冒着炮火冲了上去 不管是驱逐舰的炮火还是战机的航弹 艇长通通都不放在眼里 心里只有个目标那就是击沉秋风号 就在离秋风号驱逐舰1500米时 他们发射了三号鱼雷 最后实在坚持不住的艇长快速下令潜艇下起 下到艇内后便立即让艇员倒数鱼雷爆炸时间 只可惜倒数完后并未听到鱼雷爆炸的声音 知道没有击中马上就会遭到驱逐舰攻击 艇长立刻让艇员们把各个舱室的缸门关好 准备迎接小鬼子的深水炸弹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鱼雷虽然没有击中驱逐舰 却差点击中护航边队下的一艘日军潜艇 而这艘日军潜艇的存在他们并未发现 但后来当他们发现时差点被打了停毁人 这时驱逐舰已经到了他们上方 并投下了多枚深水炸弹 炸的潜艇不受控制的左摇右晃起 不停的轰炸让前鱼雷舱顶上的钢门松动 导致海水不停地往内喷出 正当艇长过来查看情况时 刚好几枚深水炸弹在艇首附近爆炸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让正在维修的艇 从高处狠狠地摔下正好撞倒艇长 就当这名艇员睁开眼睛时 固定好的鱼雷刚好被震倒 紧接着鱼雷直接砸向这名艇员 好在艇长是倒在旁边并未受到太大的伤害 最后经过艇员的抢袖 漏水的地方终于被修好了 但连续的轰炸让他们损失了多个仓石 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恐怕他们会命送于此 此时唯一的办法只剩36G中的瞒天过海 于是艇长让他们将衣物和牺牲的艇员 通过鱼雷发射管发射出去 制造出被击沉的假象 没想到两头日军舰到上服务后 真的以为潜艇被击沉 围过多久驱逐舰就驶离该地区 他们也侥幸逃步了一截 不过后来还是没逃步日军潜艇的声嘛